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多元化音乐服务平台的品牌创办人 欢迎吴燕轩来做我们创业访谈 哈啰 哈啰你好 是 我们的燕轩 我们很好奇就说 你其实过去是一个从事 在学生时期一直都是在音乐的领域是吗 对没错 音乐领域的学习 但我们很好奇就说 你自己想要创业的那一个奇心动念是什么原因 就是服务他的解决问题 嗯 对然后 奇心动念是因为刚好 对 就只有我有 也不是说只有我有那个 反正就是 在离开学校的时候 反正其实是 其实每一个音乐的 其实你们是在音乐体系 我们最后是在大学是 度过乐系 所以其实是在专职一路以来都在音乐的领域 其实在未来的方向 不是老师 对不是 都有啦 就是有老师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想法是在帮自己再开拓另外一个路 对没错 所以才成立我们的 不然一开始是工作室 对原本是智朴工作室 然后是替 音乐学生啊 或者是老师解决问题 慢慢筹划 然后刚好就是因为忙不过来 就是太忙了 然后单太多 然后就组一个团 然后变成一个工作室 然后慢慢分单子给他们做 所以其实某一些表演是可以分给学生去表演的吗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个起源是为了我们刚才一开始的领域着重在智图方面 对 智朴 智朴 对 制作乐朴 制作乐朴 所以其实是相对其实是这个 这个领域在你们的国业的专场大家都是表演者 比较少人 比较少啊 少有这个技术 技能 对 所以其实相对是你 叶璇本身就有另外在学习制作曲 作曲 创作乐曲 对那是一个兴趣 从高二开始 对 然后从高二到现在有累积大概六首原创作品 所以其实你自己觉得对创作是有兴趣的 是有兴趣但是同时也很烧脑力啦 很烧脑力 很烧脑啊 每次是写完然后通常就会通 是 那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这个平台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一个服务上面 其实当初为什么取名叫这个平台 也有一个法相 Zee Voice 因为 呃自己就是通 我们的英文英文名字叫Zavier 那我Zavier呢 开头是X开头 但是X在形象上面就是一个XX 所以呢就想说用 他发音弦音就是Z 开头 然后通 然后也通那个 双向沟通的意思 就是沟通 达成共识 是 对叫Zavier 所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品牌的 理念对不对 Devoice的多元化音乐服务 没错 那但其实 我觉得成立这个平台 我们的 包含的服务面上也很多嘛 对 包含 呃 呃制作乐谱 平面设计 然后钢琴合作 对 然后跟 乐器教学 再来到音乐活动 对那 当然音乐活动是我们的 品牌比较形象 像做公益呀 或者是 各大政府演出活动都有 那其他方面呢 就是 我们维持我们平台 呃营运进行的 项目 对 这些都是 嗯 那当然其实我们后来平台当然还有一个服务的发展是 因为我们的厌宣有成立组了一个乐团 对叫先行一致 跨界室内乐团 跨界室内乐团 对那这个乐团 其实会讲跨界是从国乐跨西乐 年龄从 年龄层就从年轻跨到长辈都有 像我们常 我们有一个 昌迪老师就 我是长辈 那我最小的 呃团圆是16岁 这也是一个跨界 那在演奏上形式上我们有 时尚的乐器操作 跟 呃声响 就是比如说结合MIDI声响 我们同时MIDI声响跟我们音乐一起合作 叫做跨界 对啊 是 那弦琴一致的弦琴就是指我们音乐乐器 那义呢就是用艺术的义 那致就是 点致精致化 那我们 希望我们音乐都是用心编 就是编制过的 然后刚好又符合我们的 大众需求又符合我们 团体的演奏 方式 对叫先情一致跨界私内乐团 是 那其实为了叫私内乐团是因为他 呃 室内乐团在早期来讲都是在室内客厅演奏 在 西方 对 那我们私内乐团就是 人数少 我们就是固定在五个人 然后如果讲跨界的话就是跟 在跟别人 谈合作 比如说声乐合作好了 或者是古增 增乐团合作都有 是 所以其实领域很多元 还蛮多元 然后我们的 街的一些表演的场合方向也类型也蛮多的 对啊 从公益活动 然后 疗养院陪伴 然后 到 政府的艺术节 举办的艺术节 然后再就是婚伤喜庆各类 然后尾牙春酒都有 婚伤喜庆 对 然后尾牙春酒 表演形态的我们也都有合作 对没错 那再我想要请我们叶萱来回想说当初成立我们的平台到现在大概多久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对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就 还蛮 我以为我是从去年9月开始 9月30号成立这个平台名字 到现在还不到一年 快一年了 对 然后这一路走来 包含了我们硬体方面对不对 软性 软体硬体 包含教设网站 对 教设网站 这这路很艰辛喔 蛮艰辛的但是 你会觉得 人生不能浪费 你得不断的耕耘 然后别人都会说你很成功 我会发现 好可能在他们眼中成功 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成功 没有一定的界限 你必须你成功你不可能就停止 他也没有个中止线 他没有中止线 一定的 一定要往前 也要有意思 而且过程中你是要不断的追求进步 我们不能 如果说 因为当初我们走的是一个质朴 协助质朴 可能对象就会 只限于我的学弟妹 对没错 那其实就会在 你们的表演方向或者是服务的领域里面会限缩了 对没错 后来我们是同期 闲情一直是后期才 成立的 从今年6月成立的 现在才成立喔 但是我们成立之后反而有一个很开阔的路 还蛮多开阔的路啊 带近 两两月然后 也参加第一届台中 台中市 文化局举办的 艺术节 是 对我们也拿到了 奖状 就还不错 就是心里还蛮顺利 但这些进行顺利的背后 是 你必须要有目标 持续的去 更改你的目标 或者是 执行的目标 你必须 就是一直往前走啦 你才能拿到这些成就 是 那我们的服务平台的实际面 其实我们也有包含不同的一个面向 就是线上跟线下 那线下就是指我们实体的 服务 包括教学 表演 然后 钢琴合作 钢琴合作就属于表演类型的 对 那线上就是海报设计 平面设计啊 音乐制谱就是属于 线上的 所以其实这种线上的合作 我们可以从线上去完成这些事件 然后 刚刚来说的平面设计 其实平面设计 我们也跨足自己的领域 就是 我们其实是以音乐会 方向去做 组合 比如说海报 平面 节目测设计 DM设计 节目测 DM DVD的 运行的封面 或者是DVD光碟设计都有 所以这一类的人才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找得到 对都找得到 非常强 然后 再来是我们的一个表演服务当然也走出自己的方向 除了一些 厂内学校的表演 政府的 然后 更 更多的是我们还接了公益活动的表演 对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团圆大家有一致的一个 一定的 一定的 相信力还有一定的认可 一定要有一定的价值观 对 所以其实会 其实这部分也是帮助我们在 这个平台的一个发展上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 成立这个平台 还有就是希望 我的 团队们 都能因为 这种形式 然后 提升自己的能量 或者是提升自己的能力 对 对 对 那 我稍微想要请厌玄来分享 在自己这个一路上的创业 其实单纯的发展从制服开始 其实当时可能也没想到我们有未来有这么多一个 方向延伸 对 你觉得这一路上你觉得 最印象深刻的挫折会是什么 挫折吗 挫折就是 还是 还是我们过的关卡就没事 就过一关 我其实遇到蛮多挫折包括架设网站 你可能 架设很美但你发现有一个地方 不完美 你就必须 重新把 这一页全部改过 这就是一个挫折 但是我发现 对于 我因为 一路上就是表演艺术者 对 你面对挫折 就等于你面对一个 考试 对我来讲 挫折等于考试 那你就是 想办法经过这个考试吧 通过考试 就变成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面对挫折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 你必须 考试 就是考验你 你可以想像是不同的考验 接受挑战呢 那我就必须想办法过关 对对对 这个概念对不对 所以虽然其实我们今天是弹琴的手 然后我们一样也可以去加设网站 你的心理素质就是 对 要越发强大 对没错 你不能软弱 你不能轻易认输 对的确是 那接下来我想请燕轩来分享 在创业的这条路上 你觉得对带给你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 成就感 欢喜 就是笑容 发自真心的笑容 跟掌声 对 分享一个经验好了 就是我们在 辽阳燕演演出 然后你会看到辽阳燕的 大部分长辈们是 推着轮椅的 是他们没办法 起来 一起跟你活动 或者是 但你会发现他们认真听起来 音乐的时候呢 他们是 可以左右摇摆 然后面带笑容 然后听你演完 鼓掌 他们鼓掌不像我们这样 这么快速 他们是慢慢的鼓掌 女生虽然没有在节拍上 对 但就是会发现 这就是我蛮大的一个 荣誉吗 叫荣誉感吗 他们 对 给你的真心的那个 赞赏的感觉 对 除了赞赏也可以感受到 他们发自内心的 感动 对 那他们感动我们就感动到 那个喜悦是无价的 这就是对 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 张妹们的 或是带给 各位 观众们的一个成果 的确是喔 那 再来我想要请叶璇来分享 在我们自己的 品牌的未来规划 虽然我们现在很行 将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 让自己往前进 不论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平台 越来越多元 还有我们实体的乐团 然后承接的按键的一个 广度也好 都是 迫使我们自己在前进 对 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未来的规划 方向位是什么 就是寻找跟我 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一起加入 加入我们团队 伴挖企划部 推广 什么 就是欢迎 然后也欢迎 认可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 合作 对一起合作 支持 支持我们 开办活动 之类的 后续我们其实也会再继续着重在 我们的教学领域上面 教学领域 对 教学领域就是 希望 把这些技术传承下去 对然后 也让他们 是无压力的情况下去学习这些技术 不要因为学了这门技术 让他 就是可能 感受到压力而不想去学 这就会犯效果 我希望他们是打之内心的喜欢这些 技术技能 然后去学习 对 更放松的来接触 不管是音乐也好 或者是这样的表演领域 对 对 都希望有人来承接传承 对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需要发扬广大的 对 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对 把私散 就是这些心态 传言达出去 达成共鸣 是 然后最后想请晏轩来分享 对于 如果也有年轻人想要加入这样 创业的领域 不管是音乐或者是 成立任何的一个 自己的工作室也好 你觉得成为一个创业者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一个因素或 条件 条件必须 是是照到镜子 每天 看看自己的项目 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条列出来 然后 你觉得 别人的声音 可能会抗拒你或者是反对你 你把这些声音 当作是你做对了 你真的是做对了 他们才会有反对的声音 那做对你还是得反思错误修正 你必须要有修正的心态 你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必须换各个角度去思考 这项目合不合理 你想想 对你必须合理化 然后再来就是 逐梦踏实 就是你要把你的梦想 变成像梦 然后想梦再变成做梦 你的做就是执行梦 对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走 呃步步为因 你会发现你在 呃你可能过程非常缓慢 但是数不知其实变得非常的快 是 对像我这样 筹备到现在 也不到一年的时间 对 像 然后我没有想过 会创造这么多的价值 对啊 是的确是 这都是而且这一切是立基于说我今天真的有行动力 对 才有机会看到我自己的一个方向性在发展 这都要都会 我们要鼓励 这样任何想创业的人 他一定要让自己有这个初衷 找到你热忱的东西 然后 你要有行动 没错 才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品牌在 茁壮 对没错 是 今天很谢谢我们叶先生带来的一个品牌创业分享 谢谢蜜亚 谢谢蜜亚 прошу 顺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